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你的帮助 我无法完成这个角色 谢谢 我们知道建平老师作为榜样巨星不仅是表演艺术的榜样和模范 在生活当中也是一位模范丈夫 今天当着这么多观众的面 当着蒋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怎样能够做一个榜样丈夫 我这个榜样这个真的不敢当 不管是在艺术上还是在生活上 这个我都不敢当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如何能跟这个老婆搞好关系 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要多说好话 要多赞美 就主要就是拍马屁 你怎么拍法呢 这个拍也不能随便乱拍 有些时候你拍到马蹄子上 这个后果更严重 我觉得有一首小小的这个诗歌 跟大家分享 随遇而安叫名字叫 就献给这个蒋老师的 在你出生以前 我就认识你 两个天真的恋人 一起愉快地旅行 漫游在大地上 没有目的地 清晨踏过路珠 夜晚就住在梦里 麦子做成面包 葡萄酿成酒 人们若不相爱 就会变成石头 在语言被发明以前 我就会说我爱你 在时间被发明以前 我就知道是一万年 谢谢 来我们问问蒋老师怎么样 来请蒋老师评价一下 建斌的这首诗 怎么说呀 老公咱们回家说吧 谢谢谢谢 谢谢陈老师 也是因为他在生活中 在我的事业中一路地捧杀我 所以也带给了我很多的感悟和生活的感悟 让我们一起携手向前 一起走下去吧 其实建斌老师刚才说的这个方法给老婆写诗 我想生活当中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写诗 但是必须要让自己的生活充满诗意 对不仅有柴米油盐 还要有阳春白雪 连我们的心都化了 真的磕到了 而且我们陈老师呢 是多才多艺 这个诗词歌赋 样样精通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网友的共同努力下呢 我们陈建斌老师已经出了四张专辑了 是不是 那今天到现场得给我们来一首吧 谢谢 谢谢 我是一个老派的人 我就相信是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所以我相信所有的在座的演员都能够理解 宝剑峰从魔力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所以我在这儿给大家唱一首 梅花三弄与蒋老师一起 谢谢大家 那么这首歌曲呢 其实是建斌啊 第一次参演的电视剧 梅花落当中的歌曲 那么此时此刻 我们陈老师跟蒋老师夫妻同台共唱 我相信一定会给大家来一种新的感觉 太期待了 那请两位稍作准备一下